为了照顾下半身瘫痪的先生 来自马来西亚新山的加利娜 持续了稳定的工作 改而在加利缝制传统印度服装补贴家用 但他原有的真车并不足以应付顾客的需求 此记者公得到消息 为他募来了一台车编机 让他可以安心在家 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先生 2014年的一场无情车祸 导致帕拉马西瓦姆下半身瘫痪 担心先生无法自理 加利娜选择留在家 全心全意照顾先生的生活起居 并接受了慈激的补助 为了维持生计 加利娜开始学习缝纫 但他现有的真车并不完善 志工们决定帮他想办法解决难题 他要自己本身在家里面借工来做的话 他必须要有比较完整的车编机 就在我询问的这一个二手的车编机的过程里面 我们很有幸也很幸运的 就找到了一个车编机的老板 他也很发心 他愿意建一台车编机出来 有了这台车编机 加利娜未来要靠自己的能力 继续用针线缝出一家人的温饱 大爱新闻 真上美之工 马来西亚新山报导